获利王台积电 一定是台积电 应该是台积 护国神山 连民众都知道 护国神山台积电 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上市贵公司2023 财报五天王出炉辣 而其中台积电就南瓜了 获利王和现金王的双料冠军 台积电去年受惠于AI 获利近8384亿 持有现金1.46兆 蝉联现金王宝座 而其他三大也出炉 分别是鸡孝王大力光 转鸡王何泰 和获利成长王十全 台积电这奖拿的风光 美国新厂也有好消息 传出4月就要进行 首条生产线试产 预计年底完成准备 原定2025的4奈米量产计划 有望提前至2024年底开始量产 其实台积电美国厂 越快量产 对台积电越有利 那至于美国的客户呢 目前也都在思考 分散风险的问题 台积电美国厂 成功量产之后呢 订单也一定不会有问题 台积电话题不断 紧接着还有18日登场的 法术会重头戏 大谋分析台积电第二季营收 有望既增5%到7% 但考虑设备折旧 和电费成本大涨等因素 毛利率可能只有52% 低于市场预期 不过专家跳出来喊 不用怕 只会是短期趋势 台积电美国厂的价格 一定会比较高 所以要保持毛利率这件事情 依照目前台积电的状况 是有机会做到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先进制成 目前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 毕竟AI趋势持续火热 带动晶圆代工价格攀升 加上手机PC 车友需求复苏 大摩也乐观看好 台积电长线 有望突破千元大关 端上新闻 摇照多少 这台报道 则是页ど